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全台各地持续收到西南风带来暖湿水气的影响 容量都是比较多的 而且在中南部地区今天还下了不小的雨 那么与其接下来这几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吹拂的影响 所以天气状况都会跟今天蛮类似的 而且中午过后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也很容易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况 气温的部分也是相当潮湿闷热 今天高温都有来到33度35度左右 所以也提醒您从事农室活动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 而海峡上面人雨区容易会有一些强阵风 也提醒您从事海上作业活动要多加注意安全 我们今天农业小弟弟就要特别提醒大家 其实目前已经进入了台风季了 现在看起来未来恐怕会有许多的热带扰动 慢慢的在发展当中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在台风来临之前 一定要加强作物的一些防范措施 像看看植株有没有被固定好 或者是排水系统有没有正常的运作 务必要趁着现在天气状况是比较稳定的时候 赶快的来加强巡逻了 那么另外要特别提醒种植柑橘类的农友们 最近是柑橘果实的快速肥大期 但是在像现在这样子的潮湿炎热的情况 天气状况很容易让我们的植株 灵患了溃疡病 所以提醒您如果您的果园在去年就有灵患溃疡病的话 在今年更要加强防治 可以适时的喷药一到两次来减少灵患疾病的机会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刚刚提过了 都是持续受到西南风吹拂的影响 像今天这样子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周末 各地都是比较容易有些零星降雨的这种天气状况 我们进不来看一下西南风会带来水气 所以在中南部的沿海地区 容易在清晨跟晚上有些局部降雨 中午过后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发展起来 所以未来这几天虽然说这个降雨的情况 雨势都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就是会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至少会持续到这个周末假期 也提醒您出门要记得攜带雨具 同时高温门月也要提醒您多补充水分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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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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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